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感谢您呢,又来到了我的书馆 那今天咱们这段书啊,就接着聊 这清宫一案,雍正登基之谜 这前文书啊,给您交代过了 康熙皇帝,在头驾崩这些年 是如何重用四阿哥印针的 其实这印针呢,干的所有工作 那都是皇太子该干的 您比如说吧,到东北去祭拜关外三陵 在京师又代替皇上举办大型的祭天仪式 要让我说呀,从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出来 这康熙皇帝就是认为 这四阿哥,雍亲王印针 是自己的皇位接班人 今儿咱说点什么呀 今儿这书热闹了,是这段书的书壶 咱们今天要说说呀,这康熙皇帝 驾崩唱春元清晰书屋 前后这几十个小时期间发生的事情 这一开始啊,我先跟您说 这大概呀,是什么情况 康熙皇帝啊,是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这天啊 在北京唱春元驾崩的 在十一月初的时候 这康熙皇帝到南园打猎 深染风寒,这才一病不起 让人奇怪的是啊 康熙皇帝舍尽求远 养病的地方啊,并没选在离自己病岛地 南园的海子宏威比较近的紫禁城 而是大吊脚又选择在了唱春元 那这是为什么说幼啊 因为这康熙皇帝啊,在这个头到南园去打猎之前呢 一直就住在唱春元 在这期间呢,康熙皇帝对外宣布自己的病情啊 很是模糊 有的时候呢,说这老皇帝啊,病情加重 也有时候这康熙皇帝传旨给众阿哥说啊 自己的病情见好,很快就要回紫禁城了 这事情有变呢,就在十三号的凌晨两点钟左右 这会儿啊,康熙皇帝突然觉得自己啊 这病情加重了 于是马上传些旨意 派人呢,到南郊去天坛 把这正在主持祭天仪式的黄四子印针赶紧叫回来 传完了这道旨意以后啊 那就赶紧有人麻溜的就奔了天坛了 咱们按下布表 咱们先说这个唱春元这头的事 也就约摸着呀,过了不到两个小时 大概一个时辰嘛 这康熙皇帝觉得自己要更不好了 这会儿啊,咱们这个故事里最关键的时刻到了 哎,这不是我瞎说啊 这清圣祖实录里啊,是这么写的 迎客,招黄三子成亲王印旨 黄七子成亲王印幼 黄八子贝勒印四 黄九子贝子印堂 黄十子敦俊王印额 黄十二子贝子印桃 黄十三子印祥 礼藩院尚书龙科多至御踏前 预约,黄四子人品贵重 身销镇宫 必能刻成大统,着鸡镇登基,即皇帝位 宣布完这件事情啊,这康熙皇帝又昏昏沉沉的睡过去了 哎,这就算是康熙皇帝的遗诏吧 可是啊,戏剧性的一幕来了 直到天亮啊,十点钟左右 这印针才匆匆忙忙的从天坛赶到了畅春园 见到了康熙皇帝 一个白天过后 晚上八点钟 康熙皇帝啊,才在畅春园的寝宫清晰书屋内驾崩 终年六十八岁 清圣祖石楼里啊 把康熙皇帝驾崩时候的情景 哎,其实也不是驾崩时候的所有场景 无非啊,就是一照内容说的是清清楚楚 其实呢,要我看来啊 这件事情在圣主石鹿记载的脉络已然很清楚了 我个人而言啊,倒是没有什么疑问 哎,可是他这学术嘛 他就有这个正方啊,和反方 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啊 这里边啊,存在着很多疑点 咱们啊,含着那句话 既然咱们讲的是这轻功一案 所以说呢,学徒我在这儿啊 只给您讲故事 咱们不做过多的分析 您想啊,康熙皇帝1722年死的 到今年啊,还整三百年 三百年里啊 有多少高人都没掰执清楚的事啊 您也别指望我 一个小说书的 在这儿能给您啊,把这事捋清楚咯 咱们呀,先说说这第一个疑点 有人呢,他按距离和时间是这么算的 他们说呀,从这个畅春园 哎,这畅春园在哪啊 现在说呀,这畅春园在北大附近 大伙都知道啊,这天坛啊 他在北京城的南边 在正阳门外啊,在永远门里 要说这俩地儿啊,照直走 拿直线拉,这人要是会飞的话啊 那18公里 哎,我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 因为我在这个百度地图上拉直线来着 现在呀,最快的公交车线也得23公里 也就是说啊,小五里地 我算了算啊,康熙朝的时候 从天坛啊,到这个畅春园 走这个北京城里啊,最近的路 也得是在60里路左右 哎,这天下呀,他就是有那种啊 会算术,懂得掰手知道的人 他们算了,他们说这个快马呀 三个小时左右啊 就能在这个畅春园和天坛之间 打一来活 那为什么从这个船指官员出发 八个小时以后 这雍亲王印针才姗姗来迟呢 这里边啊,他有病 一定是这印针呢 在来的路上啊,去安排自己的大事了 好密谋夺敌 得嘞,他会算这道题的人 他念过小学呀 那学徒我也不是文盲 他会算呀,他我也会算 咱们在这儿啊,也掰吃掰吃 首先说呀 这个三个小时跑一来活的问题 我有这个在俱乐部啊 会骑马的朋友 我问了一下 这个朋友说啊 这个大概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个马 拉开了保持急速 跑三个小时 那是不可能的 有人说呢 他不会换马呀 对了 换马他就不需要功夫吗 再准呀 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 这路程也不是他们想的那么近 只是二十公里 脑补了半天呀 如果按实距形成算呀 我觉得六十里地 他只多不少 再者了 您不能用金人的思维啊 去思考古代那个时候的事情 您想啊 那是什么时候啊 那是夜里两点钟左右 自然那是城门都闭了 有人说那城门闭了 那您这个钦差大人 不会叫门吗 行 钦差大人叫门吗 当然是应该立刻就把城门打开 可是我跟您说啊 这北京城的城门啊 即便您叫了门 立刻给您开 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开开的 稍微的能够了解一下 清代北京城城防系统的人啊 就能知道 这个城门落索以后 这钥匙 可是不归城门上的领催掌握 哎这个城门官啊 要把这个钥匙 颠吧颠的 交到布军统领衙门统一保管 也就是九门提督的官房处 这一来一会儿的取钥匙啊 您算算得多长时间吧 而且得走几道城门啊 我跟您说啊 进德胜门是一道 然后呢 走地安门又是一道 这还不算完啊 还得从这正阳门出去 我说的这哈 是走大道 当然了 走遍门也可以 哎 这手续它可是一样的 咱们呀 在这不抬杠 这套手续啊 走一遍就完了 这城门官总不会傻呵呵的 放过了船指的官员 城门上锁 再把这钥匙啊 颠吧颠的 再交到布军统领衙门前 咱们要是推断嘛 咱就把所有的细节啊 都讲清楚 您看啊 这九门提督龙克多 他当时就在畅春元 所以说呢 随着康熙皇帝 召四阿哥回畅春元的旨意 发出去之后 紧跟着这九门提督的手谕啊 肯定是也出来了 那一定是说呀 给四阿哥 从天坛回畅春元 是大开方便之门 要是按这么算着呀 这船指的官员 早上起来六点 能从这畅春元到天坛就不错 这四王爷接到旨意之后 那肯定是麻溜的 往畅春元赶 那最省事省时间的办法呀 就是这个船指官怎么来的 这个四王爷怎么走 那么这印针 在回信路上 有没有借机会安排一些大事呢 当然了 要搁我搁您都得安排一下 为什么呀 因为这路上啊 他正好路过庸亲王王府 顺便的交代一下啊 他也费不了多少功夫 假比方说 咱们在这儿啊 他耽误半个时辰吧 我觉着 琐碎事宜 加到一起 这路上一来一回 用了八个小时 不算多 还有人说了 康熙皇帝 宣布完遗诏之后啊 又过了半宿一白天 才驾崩子 那么要是这样 为什么不等着 这个皇位继承人 雍秦王印针 来到畅春元以后 再公布呢 宣读遗诏 继承皇位的人不在 这多少显得呀 有些不符合情理 可是要让我说呀 这位储君 也就是皇位继承人啊 在这会儿啊 是最没有厉害关系的 对这件事情 最为揪心的呀 那是跪在下面的众皇子 因为呀 这继承皇位的 不是他们 所以说这老皇帝 觉得在自己 弥留之际呀 完全是应该 亲口告诉他们 皇位继承人是谁 至于说 宣读完这遗诏 这康熙皇帝 又活了半宿一白天 这事儿就得看寿数了 宣读遗诏的时候 老皇上可能觉得 自己快不行了 可是啊 谁也不能预测生死 这之后 这康熙皇帝 又顽强的活了 十多个小时 这谁也没办法呀 一句话 拨不开 康熙驾崩前后的 所有遗云 所以说 关于这件事情啊 咱们今天啊 肯定捋不清楚 精彩回目 就在明天 明天啊 咱们要掰扯扯 但是这一兆了